他身在他那个时候 清禾兄他那时候正在他的低潮 他正在这个春训或者是在练习的那些时候 那么在这个复健啊练习啊 这些的生活到底有多枯燥多无聊 才会去做这些去这些地方需要发泄吗 我先说王剑林枯燥的原因 他在深藏大联盟2005年 深藏大联盟我们大家都在看 三更半年起来看的那一场以后 你要知道大联盟 你要待满六年 你才能变自由球员 变自由球员 你若是一个很健康的人 像他有十九升那种记录 后面是千万美金等着你 如日中天心 然后可是呢 他在杨基也不过四年多 也是将要迈入第五年 他被release release就跟我们电脑一样删除 就差那么一点点 差很多 差很多 三个切合太多了 然后我这边有个记录 大家看一下 王建民的这个他的大联盟的路 2001年他小联盟其实就已经开过刀了 那个时候因为是小联盟 大家给你一年的时间 一个笑脸一个用 没有关系这样 2007年连续夺加十九胜 哇开玩笑 尤其是2007年那十九胜 那十九胜是赛养奖提名的第二高票 他再多一胜的话不得了 他就是赛养奖的得主了 好了 好了 那个2008年09年纷纷受伤 球队都把release 他要大联盟的六年干什么 他要伪计球权的 找个大联盟球队 再批他都得 你们只要把我签下来 他就可以延续那六年 国民队那个时候跟他回首 可是他还是要复健 还在受伤期 那车心急是最坏的时候 这样子 你说他要复健是怎么样复健 一只手 我自己有那个精 我不是什么运动员 可是我出过车祸 自己复健过 那复健是很痛苦 我就问那个 王健民的复健是老师过 王健民的复健到底多难过 他说不是难过的问题 不是难过问题而已 是要很长 很长 这个时候国民队 几乎是给你五十万美金以上 我开口 五十万美金折 我们新台币是多少 是一千多万 让你开架的 一整个球技 你没有替我大联盟头上一球 我给你这么多钱 新台币加起来将近两千万这样子 闷 加上漫长的复健路 还好他2010年 他出来了以后 还不错 2011年去年还不错 眼看得又要好了 棒一个 棒一个 对洋鸡队 开过来就是死洋鸡 也是掰那么一下子 跌倒 又完了 这样子 心情沮丧 我没有看到王建民头发那么长的 劈头劈成这个样子 真的耶 他以前留这么长的时候都是头发会甩 耍帅的那一样 帅到不行 这样子 但是今天就来讲那句话 真的让我感觉到你刚才讲说他的经纪人反反硕硕的本来我们叫公关的我也在交公关的你开记者会要出来面对大家三个你逮这三个吧有问必答选择性回答 只说不答 像陈龙那一次男人犯所有的错误一样 他只说不答 但是呢他们是选择性回答 选择性为什么要选择性回答 因为有太多不能回答的 我要是当记者我会问王建民啊 你跟他 那个过没 我不还是讲出来 你跟他那个过没 王建民要怎么讲啊 当然这个要选择性回答 就跟钟伯兄所说的 这个有些事情是还没有爆出来不知道 所以他有些事情当然也是不能回答的 这样子所以他的痛苦可以知道 但我个人我个人要说 王建民太辛苦了 他真的太辛苦了 这一件事情你女生要爆他料 我坦白讲 咱们台湾站着支持的人是他 不是那个女生 好那么施承兄刚才这个清禾讲到这个他过去在附件的这一段 他自己也讲说那时候非常的沮丧 非常的无助 非常的绝望 在附件的时候我听说了 我也没有附件过我不知道 就是他们那个手感啊 你也不知道你今天好一点 明天又坏一点 你好像长夜漫漫 你也不知道哪一天可以真正的好起来 对心理上承受的那种压力是无以明知的 对不对 我举个例子 其实你曾经风光过 跟你没有风光过 在煎熬的过程 那是两码事 我举个例子 这个政治人物啊 他们说只见新人教不见救人窟 隔园上去很风光 下来都没有人理 我再举个杨基他的老队友的一个人 派提特 你知道吗 他曾经退休过 结果呢 发现退休的生活不像他想象的样子 我们那时候叫他老派老派 他其实也没有那么老 他现在又回来了 所以你就知道说 当他你在一个竞技场上 这样子几万人 那个他美国那个大联盟 那都是几五六万人的那个球场 这样的一个风光底下 沉积下来 两年连续两年十九胜 然后被杨基释出 然后释出到了国民队又受伤 你知道吗 国民在赌 王建民也在赌啊 那个心情是怎么样的 我真的好了以后 我还能回复那个Ace的这样的一个水准吗 所以那个时候他说 王建民心里说 很不说为什么 因为每天都做同样的事情 每天都做同样的事情 倩玲 他每天 这样子这样子 听说他的副健师还要帮他变花样 对 反正没有动力要继续 然后做完以后你知道吗 他说手啊 痛到抬不起来 那种过程 但是倩玲 如果是说 他是一个奥运比赛前的一个训练 那是两码事 那是我训练一定会得到回馈 因为我会上场比赛 可是那个时候训练完 你的未来在哪里 不知道啊 那所以 那个时候 所以就有人会趁距而入 我不能说这是可以理解 可是那个是最好的事情 是他最脆弱 对 而且呢 钟伯兄 他这个之后他 我们如果讲到他的前途 刚刚他说不知道未来在哪里 我们知道他的所谓前途 跟money相关的 他很多代言 很多广告 现在那些商 广告商啊代理商他们会刹这蛋吗 最新的回应就是他帮某家金控公司代言 那对方是说照着合约走 可是其实照着合约走这句话也是可以解释成很多种 就是合约到了就停了嘛 照着合约走啊 我现在合约还是跟你持续当中 钱也付了啊 那我怎么可能跟你违约 是不是 那除了金控公司 我们也知道还包括电脑 这家电脑也曾经想要找林书豪 对不对 那也包括了像是期待鞋 那也包括了牛奶 很多 那其实我认为啦 如果我们把星雄兄刚刚所讲的这个 两年都十九胜的这样的一个丰功违业 他如果能够持续的话 这些代言算什么 我一年能够拿你一千五百万美金年薪的话 这些东西算什么 一年就是几亿台币的身价 所以我认为在商机的部分 这个当下绝对不是王建民关心 他关心的还是自己的一个前途的问题 但是我就要讲 在美国很特别 美国除非你杀人放火 你小三什么不在乎 这次王建民的事情 最新消息有讲啊 外媒美国媒体根本不在乎 你知道吗 我决定 ERROR 杨基他的老队友ERROR ERROR他的花边新闻 那可多了 我们讲几个赫赫有名的 玛丹娜 当初他离婚很可能就是因为玛丹娜 玛丹娜 玛丹娜 到了这个凯特哈森 凯特哈森 凯特哈森 对不对 不是那个英国王妃凯特 你看看 你有影响ERROR怎么样吗 Jitter Jitter曾经还因为嫖妓 对不对 我想这个我就不多说了 是不是 好 那我们再继续讲 Kobe Kobe Bryant NBA的 虎人队的 当家的 Kobe我要讲啊 当初Kobe Kobe就是神户的意思 日本那个神户就叫Kobe 你知道我们怎么昵称Kobe吗 怎么那个 如果我们在 我都不敢问 对啊 我这样 一个男人很花 我们会用一句这个 这个邂逅语来讲他说 哎呀 你真是 处处都有 村村都有丈母娘啊 处处留情 懂我意思吗 那我们怎么说Kobe 他神户 我们说他到处都有户籍啊 到处都有人要找他说 爸 我要报户口啊 Oh God 你真的是 处处留种的意思 对 这是笑话笑 你当然是笑话嘛 因为Kobe就是神户嘛 所以说他处处都要报 只有有人要找到报户籍 可是又怎么样嘛 来 录影之前 我才跟千玲在聊 Magic Johnson 魔术强生 他说他自己是万人斩 你说他千人斩他会生气 因为他是万人 当然我们知道 后来他也得到一些 付出一些代价 可是美国有 因此而对罪人怎么样嘛 但我不是要合理化 王建民 因为王建民在台湾 这种事都会伤形象的 对 那他伤了形象 会不会伤他自己家里的感情呢 老婆现在是讲说原谅他 但是 他不可能不伤心 马上回来 好 好 好